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美国的哪些城市最危险 无论你是首次来美国旅行 还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朋友 当你在外面旅行的时候 都应该注意避免去哪些地方 注意人身安全 那么今天我想聊的这些城市 我没有特意的来安排这个顺序 我就可以从美国的东部中部 到这个西部这么聊起 首先我们就讲纽约 大家都知道纽约是美国最大的 也是最繁华的城市 但是纽约的犯罪率实际上也是挺高的 大家可能经常在这个新闻报道里 可以看到这个暴力犯罪 城出不穷越来越多 等一会我也跟大家会谈到这个原因 究竟是为什么 甚至就是说包括在纽约的市中心 都繁华的商业地带 也出现了不少暴力的抢劫 这种事件都市场有报道 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纽约旅行的话 特别是在假期期间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环境 避免晚上出门 那么除了纽约之外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美国东部的城市 费城 费城在最近这两年里 暴力事件成熟不穷 犯罪越来越多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 当然了 他说的目的也主要是鞭打费城的市长 是个民主党人 就是谈到费城已经天使之城 已经变成了地狱之城 费城有这个是天使之城的别名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我过去也去过 但是最近这两年来也是糟糕的一塌糊涂 大家可能也在这个新闻和一些视频里看到 白天抢劫 大白天在失踪心抢劫的事件 频频发生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旅游 或者是度假去费城 一定要向你的酒店了解一下周边的环境 究竟如何 前不久我是看到了一个视频 这也是一个外国人发的 应该是个外国游客 在四季酒店门口 大白天被两个带头 抢劫啊 所以呢啊 这个去费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从费城啊 再往中部走啊 那就谈到了我们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 芝加哥也是世界持名的大城市 然而呢最近这几年来啊暴力犯罪事件啊越来越多 特别是今年 从去年起到今年啊 大家可能在特别是美国的华人朋友可能听说啊我们伊利诺伊州这个参议院二把手啊那天晚上就上个礼拜吧和他老公啊出去聚会啊回来的路上他们的奔驰坐车被劫啊下来了几个歹头持枪抢劫他们 幸好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啊但是呢车被抢走之后啊他的这个呃这个女参议员的这个老公啊啊 因为他配有他身上有配枪啊跟他们啊进行了枪战啊当然后来这几位歹徒都被抓了啊啊非常具有讽刺性啊这位这个呃非洲裔的啊这个参议员啊他是二把手嘛就是多数党领袖啊我们这个州是民主党控制的啊他一直在推动这个释放嫌疑犯的啊释放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所谓的司法公正啊司法改革这个法案 啊也就是零主要是推动零保释金啊你今天最抓紧去零保释马上就出来啊 那么芝加哥犯罪呢特别是今年相当的严重啊这个持枪抢劫劫车的啊已经啊到了应该是今年啊今年这一年吧差不多有三千多起吧应该是啊那枪击事件就是乘出不穷了 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啊首先呢啊这个跟疫情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都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交距离 所以在很多这种大都市的监狱啊他为了所谓这种啊社交距离啊避免这个疫情在监狱里爆发 通常把一些啊所谓的一些这个啊啊可能是比较这种啊清醒的一些犯罪的分子啊啊 给放出来但是这些犯罪分子呢都不是一些好料啊都是有过很多的前科可能有的都是不知道犯了啊进进进出出道次了啊 那么这些人呢在芝加哥呢啊今年总共放出来了差不多两千三百多人吧而且这些人呢都曾经啊涉及过什么各种各样的暴力犯罪啊 那么这些人上了街头以后他们无所事事嘛对吧而且也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呢啊就 接着干老板行啊就是抢人抢人杀人抢店啊什么的啊虽然呢就是说哦这个这个这个啊检察部门说还有监狱部门说啊我们都是给他做这种监控啊实际上就是带着这种手这种叫做什么啊跟踪的这种装置啊但实际上这些人本身就是啊一些啊无视法律的人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他身上带着那些电子的跟踪器根本不在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新闻里最近这个市长啊芝加哥市长大受抨击啊还有芝加哥啊这个所在的库克菌的这个检察长啊这个啊所谓的DA啊district attorney之类的 因为他不指控这些人啊如果你不指控你那他也没有办法是吧那么从了啊从芝加哥 那么咱们往西走啊其实中西部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一下子咱们就到了西部西部大家也可能听说了啊旧金山这一带最近也是啊各种抢劫犯罪 还有就是公开到店里去抢劫的啊大白天啊成群结队的啊几十人去抢的啊成熟不穷啊特别是在这个啊 奥克兰市啊奥克兰市啊奥克兰市实际上是旧金山附近的一个郊区城市啊是另外一个城市啊是另外一个城市整个地方都叫湾区啊Bay Area 那么最近呢这个盛河西啊就是三后赛啊也不太消停啊 四后赛大家可能都清楚是硅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高科技人才相当的多 那么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啊那么啊这个啊旧金山啊和奥克兰这一带呢啊出现这么多的事情啊实际上是啊跟过去加州的这么一个法案也是有关的啊那个叫做法47号法案就说如果你抢什么东西偷什么东西只要少了就不只要是第一950美金啊警察不会管你啊这个检察官也不会起诉你 所以就是啊犯罪团伙继续利用啊这个空子啊进行啊大规模的犯罪啊犯罪行为就是主有主制犯罪啊据说加州州长现在也受不了了 旧金山的市长也受不了了啊说要必须严厉打击这些犯罪啊虽然可能会冒犯很多人冒犯什么人呢就是冒犯那些极左派啊就是推动所谓的司法公正社会公正的这帮人啊 啊那么从旧金山咱们啊还是在加州那么就是洛杉矶啊洛杉矶最近也是乱的一塌糊涂啊其实洛杉矶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说的是城市啊也就是洛杉矶市 其实我们华人大多数都是居住在洛杉矶的郊区啊也就是在洛杉矶市外啊比如说圣盖博啊尔湾啊这一带这一带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 但是呢一些针对华人的啊一些犯罪啊也是在加州啊相当的多啊比如说是抢劫啊他们知道的华人比较有钱是吧 然后可以可能和跟踪跟到你家里去啊进行抢劫啊这种事情是有发生 那么最多的就是大白天有组织的啊进入这些豪华的这些店面里啊去抢劫啊这个是啊相当的多导致了这个比较左派的加州州长也按捺不住了啊说要要拨款严厉打击啊 那么这些城市呢都实际上啊全部都是民主党所控制的城市啊因为他们在积极推动啊所谓的这个削减警察经费啊推动所谓的社会公正司法公正导致了警察的士气啊相当的低落 而且呢啊很多警察都离开了警队啊那么啊这些警察局的人人手就根本就不够嘛是吧啊再加上这些啊这些检察官也不起诉他们啊也不会去起诉他们啊所以就导致了啊这种犯罪情形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 那么最后一个城市我要说的呢应该是就是在啊西部的北面啊就是啊奥勒冈州的啊波特兰啊波特兰也出现了类似的同样的问题 虽然波特兰在美国并不算是最大的城市啊但是他在美国西部也算是一个比较所谓进步的城市啊越是进步越是乱啊都是左派当正啊所以呢啊这个啊啊这个这个啊啊这个啊 波特兰这个城市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我是去过好几次啊非常的喜欢但是现在已经被折腾的不成样子了啊无价可归就到处都是啊然后就跟那个洛杉矶一样 你现在芝加哥也是如此啊你在那个繁华的商业大道上能看到很多啊这种无价可归种啊所以呢啊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总结这些城市其实其实大多数其他地方相对来讲都还是比较好啊比较好 你没有听过那么乱像什么这个这个美国中西部啊除了芝加哥以外大多数都是还不错的啊美国的南部也是如此啊你看像佛罗里达呀德克萨斯州的 啊甚至像什么啊天大西州啊这些南方州啊都都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啊这种 哦犯罪事件无法无天了啊所以呢啊要是华人朋友们或者是啊国内来的朋友啊你要是到美国的话啊千万要注意尽量的不要去这些城市的市中心地带啊这些城市的市中心地带啊 你也没有必要去啊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啊大白天啊你可能都会可能啊会遇到这种啊情形啊就像在上个月在芝加哥的中国城啊大白天帮派分子就互相交火啊互相交火 还有大白天啊在这个中国城的社区啊居住啊居住区啊公开抢劫啊所以呢我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啊注意安全啊如果有什么事情啊不要去跟这些歹徒去啊这个这个啊去拼搏去搏斗啊千万不要搏斗啊 因为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的都吃有枪的啊你该放弃的财物就让他们拿去啊不要说哎呀我不舍得这个包啊我不舍得我这个电脑被抢了啊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使用出穷凶极恶的这些手段啊来这个杀害受害人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那么第一次观看的朋友欢迎订阅欢迎这个点评咱们下一次再见